肖战杂志背后的故事 深层次的含义 这八个字 还有更长的一段铺垫 不复制 直接上图 现在来看凡此过往 结尾序章不是形容词 而是一个动词 不是人人都可以将这八个字 用在自己的身上 而此次杂志背景 不仅是因为有两个高奢代言 才有白夜和黑夜的两个主题 这更像是通过杂志的主题 来谱写肖战经历的两个起落 不信 你回头再看 《联放风筝》的Vlog中 出现了几个画面 已经觉得 《如梦之梦》 已经成为了肖战的肌肉记忆 寻找手机的前半段 像极了话剧的风格 《东之旅》是2020年夏天 参加的曹瑜诞辰 110周年互动 开启了话剧的这扇大门 随后饰演出《如梦之梦》和《玉谷遥》 过生日 面对30岁 肖战说没有年龄焦虑 细节上也远不止于此 将杀翁的故事带入 前后的了解之后 有被此次策划细节感动到 对肖战的敬佩 远超过我们这些普通人 还有更多优秀的人 与肖战同行 引用的《暴风雨》的故事 也并非随意选中 而是这个剧本的故事 依旧沿袭了《东之旅》的故事 陈其香和老金的故事 最后只是交给了时间 我们凡夫俗子可没有这么大度 万事要求一个因果循环 而在《暴风雨》中就给观众答案 我想这次看完杂志 应该能找到最终的答案 也可以将这起网络事件迎来结尾 属于肖战的时间到了 小飞侠这三个字已经说明一切 和开篇的衔接上了 CP粉 呵呵